中秋佳节是家人团圆的日子 不过对于独居的长辈而言 平日里很少与儿女碰面 加上今年中秋节又在周间 子女返向意愿更低 为了要让区内的独老们感受到佳节的氛围 金山区长也用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方式 要来陪伴独老们度过佳节 带来金山地瓜做成的健康阅兵礼盒 更趁着一对一的关怀时刻 带着长辈们做体操 借这个机会因为市长对长辈都非常关心 我们这次特别准备了地瓜口味的叶饼 来拜访这些独居的长者 我们金山独居长者一共有35位 我们对这些长辈的照顾 我们从去年开始10月份就接 这个紧急救援服务领 我们目前退到已经有10聚 金山区长表示 平日里对于区内的独居长辈们 定期的电话问安 担心老人家独自在家危险 也为长辈装设紧急救援服务领 还有周一至周五的送餐服务 希望打造乐活环境 让长辈及其家人安心 在家节的前夕 更代替家人献上健康少卡路里的月饼 要陪伴老人家度过健康的中秋家节 有哦 这么大欢迎 给你我们的辛苦 我们一个金山区的一个主人 来加好问的我就很欢迎 另外有些读者可能他经济上 还需要我们公司来帮忙 那我们目前已经退展 每一周一到星期五的话 都有这个送餐的服务 目前这个送餐的服务 已经有十六位的一些长辈 利用这个在中秋节的前夕 来祝福这些老人家中秋节一块 而独老们见到区长也都相当开心 纷纷表示区长以及区公所的陪伴 就像家人一般亲厚 而金山区长表示 为长辈带来佳节问候之余 也要为他们带来健康 地瓜月饼不但高鲜 热量更是比一般月饼少了许多 加上金山以地瓜为特色农特产 在关心独老时也行动支持地方的产业 让金山的地瓜有更多元的呈现 记者廖平涵金山采访报导